2020年7月27日 潘卫博突然官宣婚讯 伴随着周建伦的一生 哇靠 所有人都被震惊 快40的他宣布结婚 虽然是意料之外 但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潘卫博的新婚娇妻 Luna就被扒了个底朝天 不仅参加过王思聪办的海天圣言 还疑似毕业于天王嫂培训班 与此同时 更有曾因综艺节目 粉上潘卫博与吴欣这对吴伟雄CP的粉丝 打胡一难评 殊不知他的选择并非意外 他的感情路上也不只有吴欣和Luna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片商高手潘卫博 一个男人的恋爱观形成 往往来自父母和初恋 而对潘卫博来说 初恋是他一生难忘的痛点 高中时潘卫博喜欢上了一个学姐 她是日本女孩 性格乖巧温柔 潘卫博苦苦追求近两年 学姐才同意在一起 结果仅仅交往了一个半月 学姐就喜欢上了潘卫博的好朋友 两人分手后的一个多月里 潘卫博几乎天天都在哭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多年后他说 正是因为初恋的这段经历 自己对待恋爱的态度变得非常理智 他说的理智不是克制 而是处处留情 但是绝不动真情 大学期间 潘卫博疯狂迷恋着毕昂斯 他想找一个像毕昂斯一样的黑人女友 可惜未能如愿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在情场止步 四年间轻松凑够八国女友 中日韩美法等等 一应俱全 但是他在节目中说起这段光辉历史 还是直言更喜欢日本女孩 看来初恋对他的影响的确很深 2001年3月 潘卫博担任Channel音乐台的主持人 正式进入演艺圈 第二年他退出首张专辑《壁虎漫步》 开始了在音乐圈的辉煌旅程 与此同时 一首《快乐崇拜》 也开启了潘卫博和圈内姑娘的绯闻之路 这首歌让潘卫博以及合唱的张绍涵 成为最佳荧幕CP 代言通告不断 潘卫博曾公开表示 自己喜欢大眼睛的女孩 而张绍涵在圈内 恰好有着大眼睛美女的称号 他开演唱会时 潘卫博曾特意送上祝福 前缀赫然写道 荧幕情侣 落款也直接用自己的大名 潘卫博毫不避讳 张绍涵也没有扭捏 参加综艺时直接表态 我还蛮喜欢潘卫博 两人参加HK颁奖典礼 不仅亲密说笑 潘卫博还拉起了张绍涵的手 某次张绍涵和周杰伦在上海参加活动 主持人李成请两人在一个空白画布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张绍涵提笔画了一颗钻石 李成很会抓重点 调侃说钻石爱 是想带着钻戒嫁人了吗 没想到张绍涵还没开吼 周杰伦就接了一句 这个问题你们该去问潘伟博 一周刊当即发文 标题相当直白 潘伟博张绍涵密恋三年 只是两位当事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到了2009年 一周刊再次现身 爆料最佳荧幕CP已分手 2019年 网易娱乐为久久划算盛典造势 称潘伟博或将与张绍涵再唱快乐崇拜 然而最终结果是张绍涵坐在台下 看台上潘伟博与网红冯提莫对唱 有人说当年两人分手时 正是张绍涵的低谷期 事业蒸蒸日上的潘伟博 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未来 也有人说 当年张绍涵和范伟齐闹掰 作为黑人的好兄弟 潘伟博夹在中间很难做人 实际上他们的悲剧收场早就有迹可寻 2004年快乐崇拜发布 2005年潘伟博就和SHE的Selina传出了绯闻 两人在可口可乐广告短片里甜蜜一吻 广告首映市上艾拉爆料 两人是背对镜头 根本没有必要接吻 潘伟博还偷偷告诉她 Selina的嘴唇好软 如此热辣的调侃 潘伟博脸不红心不跳 还添柴家伙的说 的确很软呀 林俊杰赖上黑笔 潘伟博捆绑Selina 不愧是好兄弟 2008年潘伟博在拍摄不良笑话时 和陈妍希也传过一段绯闻 陈妍希出道前最喜欢的歌手 就是潘伟博 因此和偶像在很多合影中 动作非常亲密 要问为什么不和女主角 杨承林传绯闻 其实也有过 潘伟博刚出道时就认识了杨承林 出道后的第一个女朋友 也是杨承林介绍的 可潘帅疯起来 好朋友也不放过 在SS小燕之夜 主持人问杨承林 关于爱情的问题 杨承林还没回答 坐在身后的潘伟博 就抢答说 幸福在你身边 主持人一惊 反问你们在一起了 潘伟博继续抢话 我们不能再隐瞒了 说完两人同时哈哈大笑 杨承林补充说 潘伟博已经有圈外女友 可潘伟博却表示 早就分手了 而被传与张绍涵分手那年 他也没闲着 转身就被新浪娱乐拍到 和蔡依林一起吃爆冰 记者采访他时 潘伟博意味深长地说 有一定的好感 才会变成好友 但认识越久 发展越慢 我没有排斥交往 但现在感觉也很不错 友谊至上 爱情未满 不用彼此负责的 暧昧状态确实不错 毕竟潘伟博 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几段绯闻还没着落 女星卓文轩 就开始对潘帅 隔空喊话 希望他可以找我当终点情人 潘伟博非常大度地回应 我愿意 至于有没有付诸行动 外人不得而知 只是很快 潘伟博就和一同拍摄 爱无限的张蓉蓉有了情况 在采访时 他直言和张蓉蓉 吻得很来电 记者问 如果张蓉蓉对你不来电 怎么办 自诩嘴巴是顶级肥牛 超软超舒服的潘伟博表示 没有人能抗拒我的 没多久 他又和周杰伦的MV女主 兼优乐媒广告女主 江宇晨传起了绯闻 媒体报道中 两人贴心漫步似情侣 但很快 潘伟博就被扒出了正牌女友 中信金控集团 董事的千金杨复瑜 英文名 Bibi 尽管他否认恋情 但两人被拍到一同参加 女方姐姐的婚礼 还被曝出同居 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关系依旧不言而喻 后来潘伟博开演唱会 杨复瑜到场 媒体报道的标题 直接写着千金女友来捧场 然而谁也没想到 2016年 潘伟博在聊到感情状态时说 感情上我算失败 成绩比较不好 没多久 新浪娱乐爆料他被劈腿 交往三年女友 脸贴富二代游东京 一切就像是轮回 恰如初恋女友出轨时一样 潘伟博的情绪再次受到打击 与此同时他的事业也陷入了困境 2017年 内地偶像崛起 以陆涵为代表的顶流爱豆 变成娱乐圈的主力军 拿着顶级资源 享受着流量时代的红利 无奈之下 潘伟博开始尝试转型 来到内地参加综艺 其中带给他最多人气和曝光率的 除了中国有嘻哈 就是和吴欣一起参加的我们恋爱吧 节目中情场高手潘伟博将自己包装成纯情大男孩 自我介绍时大言不惭的和吴欣说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结果吴欣当场揭穿 说我就知道一个 尴尬之下 潘伟博赶紧转移话题 让吴欣帮他保守秘密 这对荧幕CP开始的如此无厉头 却并不妨碍CP粉磕糖磕到彻夜无眠 潘伟博知道吴欣喜欢Hello Kitty 于是送他大礼包 还陪他带粉色手镯 听到吴欣哭着说 我跟明星联系在一起 就会被对方的粉丝骂 潘伟博当即表示 要是我的粉丝也这样 那我就退出娱乐圈 潘伟博带吴欣去中国有嘻哈 对工作人员说 我那人来了 他还在两人一起吃饭时 安排了一场惊喜的现场 送给吴欣自己的歌 爱上未来的你 唱完后他深情地问 吴欣要不我们真的交往吧 在金钟奖势地 潘伟博的各种撩人技巧下 观众和没什么新演的吴欣一样 快速沦陷 两人组成的吴欣熊CP 微博超话排名几近前三 阅读量高达155.8亿 而潘伟博接着这股东风 在内地成功翻红 专辑销量猛增 直到节目结束时 CP粉们都认为 他们私下在恋爱 将来甚至可能结婚 可按照王思聪的话来说 CP粉是最傻的 早在2015年 台湾媒体就有过爆料 潘伟博与空姐露娜正在交往 于是网友开始寻找蛛丝马迹 发现露娜晒过的一张照片里 有个价值46万的LV 与Supreme联名款红色皮箱 是潘伟博曾经晒过的 就连放箱子的黑色桌子也很像 又有人发现 潘伟博送给无星的玩具公仔 也出现在露娜晒出的照片里 当初以为是他和无星暗戳戳的秀恩爱 看来真的想多了 紧接着同款上衣 同款帽子 甚至同款私人飞机 潘伟博和露娜的恋情 基本已经有了雷神之锤 可潘帅绝不轻易承认 还在IG即兴做了一首rap 连说八个黑 一只狗仔造谣抹黑 直到2020年4月 罗志祥被周扬青爆出多人运动 身边兄弟也是蛇属一窝 作为他最好的兄弟 潘伟博终于慌了 被群潮三个月后 他突然宣布 与之前死不承认的露娜结婚 吴伟雄CP后援会 宣布解散的同时 很多人还在追问 为什么新娘不是无星 殊不知和无星朝CP时 露娜和潘伟博已经在一起多时 这种时候 王思聪总会调侃几句 谁知这一次 他的调侃直接让潘伟博后院起火 王思聪在朋友圈发文 Amy姐还是厉害 身边两位大将 一位嫁给天王郭富城 一位嫁给潘伟博 太有实力了 顺着这个线索 大家惊讶地发现 露娜和郭富城的交期方圆 似乎产地相同 都来自一个叫Amy姐的 专业培养 在这个产业链中 不同的女孩 每天穿着同一件的奢侈品衣服 背着同一个奢侈品包包 在同一个高档餐厅 用同样的姿势摆拍 或者做一顿饭 一份甜品 拍好照片后 所有女孩共用 分享今日厨艺 她们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插花 烘焙 读书 旅行的精致日常 塑造好架风 精准吸引 40来岁想要定下来的 天王偶像们 2019年 林峰宣布与张新月结婚时 女方也曾被爆出一些不雅历史 王思聪直言 还是港台明星好骗啊 至于潘卫博和露娜 女方早就爆出已经怀孕 或许这场凤子成婚的婚姻 是罗志祥倒台后 潘卫博最好的救命稻草 只是他没想到 一年之后 吴亦凡婚姻涉嫌强奸罪 被警方拘捕 自己再次受到牵连 并且一年来 关于他离婚的传闻不断 这次 潘帅又会找谁来当救兵呢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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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